作为新冠病毒疫区最严重的欧洲国家 意大利的情况持续恶化 单单是在昨天星期六 意大利的新增死亡病例就多达793宗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让死亡人数攀升至4825人 至于确诊病例则是累计达到了53578宗 眼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意大利总理孔特昨天在颁布禁令 收紧防疫措施 下令全国停止所有非必要的生产活动 直到4月3号 孔特形容如今的意大利正在处于 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时刻 其中位于北部的重灾区伦巴地 有多所的医院更加出现了太平间爆满 尸体多到根本无法处理的局面了 一具具棺材静静地躺在意大利伦巴地区的医院里 与此同时多位医护人员也在加护病房内 和新冠病毒的患者一起对抗死神 前面才见证了无数个死亡 后面又有数以万计的病人涌入 导致当地的医疗前线几乎崩溃 医生更直呼宛如海啸来袭 很危险的事 很危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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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这里12天一天 只能在家里有几个小时 回到工作中 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意大利军队运送大量棺木的画面 也渐渐变成常胎 意大利医药界紧高 接下来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除了老人家 年轻人也是受感染的高风险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